高坚果家族成长史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加入高坚果家族的五个植物 闪电高坚果 吞噬高坚果 火鸡高坚果 寒冰高坚果 全息高坚果 接下来开始本期的高坚果家族成员招募 看看哪些小伙伴加入了 第一个是魅惑菇小同学 这是他普通的样子 这是魅惑菇变成高坚果的样子 我的想法是僵尸啃死他之后会被魅惑成巨人僵尸 其他你们补充谢谢 这是猜问普通的样子 这是猜问加入高坚果家族之后的样子 我的想法是近战加高坑 既是肉盾又是打手很厉害有没有 这是回旋标普通的样子 这是回旋标加入高坚果家族的样子 我的想法是他每次损失10%的血量 就会掉落一个头顶的飞标 9个飞标都掉落后就会发生自爆 当然飞标也有伤害的 这是火爆辣椒普通的样子 这是火爆辣椒变成高坚果的样子 我的想法是被僵尸啃的同时 他的嘴里会喷射火焰攻击僵尸 喷射的火焰大概和葫芦娃的差不多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集再见